中六州投票超级星期天一早 陈志忠上胡光市场扫街 没想到又被呛 你怎么会一起出来选 他不是眼睛看不到未来 眼睛看不到未来就没有眼界 眼睛看不到未来 就不是我们的市长候选 没有资格好吗 苦名所谱你不是很痛吗 你想知道谁讨厌你 在这里看到了吗 民众拿陈志忠过去担任卫福部长时 BNT疫苗买贵来打脸 薛瑞元说陈志忠是因为党人财路 仇恨值财很高 但真正的理由从民众呛乡来看 是他防疫做得不好 现在是怎样 要来我家查谁表吗 请让开 请让开 蓝军也炮轰卫福部沦为陈志忠的竞选总部 薛瑞元那你就说出前客的名字 不敢讲用影射的方式 那无非就是想要替陈志忠 去置换台北市民对这场疫情 对陈志忠的记忆 行政单位不中立到这种程度 闻所未闻 难道民进党真的选情构级 周末到中台湾走势 总裁英文说出这番话 年底的这场选战 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我们的第一场选战 现在全世界正在关注台湾 2018年我们挫败之后 两个月不到 对岸就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赵绍康狂摔民进党一到选举 就喜欢高唱抗中宝台 要就有尬词一点 直接把跟大陆一千七百亿美金的顺差断掉 否则一边赚别人的钱一边骂人 不是很可耻吗 选择痛批民进党说照顾青年 结果公宅没有 一期还变长 当然没有人要支持民进党 发现到抗中宝台已经失效了 以为民进党代表台湾 他现在没有政绩可以打 已经没有招了 绿营在地方选举大打恐吓牌 不仅引起反感 恐怕也催不出更多年轻选票 记者张罗彭琳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来看一下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字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